来看看新闻网 就这样开始徒手攀爬工地上的吊车 整整两个小时后 两人爬到吊车的顶端 从650米的高度俯瞰上海全景 事后他们将拍摄的视频传至网上 20岁的拉斯卡洛夫和24岁的马霍洛夫 是两名摄影爱好者 曾经攀爬过德国科隆大教堂 和法国埃负尔铁塔等 数座世界知名城市地标建筑 去年他们更是在一个月内 攀爬了12座城市的地标建筑 被称为偏行者 针对这次个人攀爬行为 上海中心方面今天明确表示 反对这一对于自身安全和建筑物 都风险极大的行为 遗憾的是 事发时正值春节期间 工地处于停工状态 对于两人的擅闯行为 没有及时发现和拦阻 目前上海中心管理方和施工方 正在研究采取相应措施 排除隐患 防止类似行为的发生 上海电视台综合报道